纵然闭着你的嘴唇 你不答应 我也要相遇看救 绝不 绝不会醒 我 我要 我要你 我要你的爱 我要你的爱 你为什么不走过来 我要 我要你 我要你 我要你的爱 你为什么不走过来 我 我要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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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你的爱 你为什么不走过来 我 我要你 我要你 我要你的爱 你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肯说 我 我要你 我要你 三十五块三十六了 我听到三十五块 是玩音乐的都这么年轻啊 我湖南邵阳人 你以前就是学音乐的 对 小时候是跟我爸的学 然后十岁的时候去了武汉音乐学院府中 学双簧管和钢琴 后来十六岁来了上海音乐学院学作曲 你十六岁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是吗 对 那你是少年天才了 十六岁进本科 对啊 对 上海音乐学院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个学生 你跟音乐有很多的接触吗 我的意思说表演或者是这样子的经验 对 有人轰过我下场的也有 我很想了解你唱什么歌被红下台 因为就是看 开始我在唱的时候 有很多人生即兴演唱的这些 没有歌词的 对 没错这些东西 然后有人就说 你忘歌词了吧 赶快下去吧 对啊 对 对 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会选爵士 因为这个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 是比较少人去选 我们很少碰这一类 会不会觉得很寂寞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我的梦想就是 给自己找一个更大的舞台 嗯 然后做 属于中国的 真正的中国爵士乐 然后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 接受 并听懂 喜欢爵士乐